说时间呢 来到这个1997年的 这个11月末了 马上就到1997年12月份就 就完事了啊 明后天就能讲到98年了 说1997年的11月末 这一天啊 说咱们得说是王荣江的故事 还得从王荣江神说 说王荣江大哥呀 当时这么说啊 这个认识焦严男之后 三天两头对吧 就找这个焦严男 说元男你来啊 你过来 说你过来 这个大哥给你拿点钱 这元男一瞅 说那我无功不受禄 我怎么去也不是那么 不能回事啊 哎 他不像说那别人 元男这个人还有点兴趣 他不咋去 尤其是听到杨坤说这个话 说那个元男呢 你信我的 你离这个王荣江远点 因为这个人呢 咱们不能得罪他 但是呢 也别走太近 因为这个资本家出身吧 他们要是想正死咋们 啊 正死咋们 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说你跟他知道的多了 反而对你不好 但这人呢 你忽远忽近 不能走太近 随着元男 对王荣江的了解啊 元男也发现 说这个人啊 真不适合走太近 走太近 你知道他的事多呀 如可能他 让他偷没给灭口了 所以元男呢 跟他是有一定距离的 多少啊 但是这 躺不住这个躺衣炮弹呢 今儿给你买西装 明天给你买手表的 哎 慢慢的这元男跟王荣江俩 就在十天马拉越 打得挺火热 给元男整好 好几丝 他妈名牌的西装 那一套都 他妈五六万 那这一天 说在哈基殿的办公室里面 王荣江的一个手下秘书 司机啊 见秘书啊 这小子叫这个王立峰 小峰 小峰进入就说了 说你看啊 这个王总 咱们之前计划的上 上这个辽宁沈阳考察这个事 啊 说已经提升日程了 那边的已经催了几次了 这两天咱们正好 没啥安排 你看这两天咱去一趟 王荣江一合去 啊 对了 王荣江当时啊 准备把这个哈基殿的这个一个分场 就建在当时这个沈阳市啊 就是考察嘛 辽宁省他准备建在沈阳 哎 说是是 那那设计这个分场考察 那那那得去啊 得对接一些部门啊 包括考察一些这个场地啊 等等啊 王荣江投资 就我跟你说 就是非常 那时候就是相同哪就投哪 非常任性啊 那老铁说投到沈阳去 准备要把一个分场投到沈阳 这不吗 王荣江马上就说那行 赶紧组织 组织这个这个咱们的手下 这个包括计量的啊 还有车梁的还有一些这个财物啊 跟我去对接 于是王荣江就组织了两车员啊 就在这个1997年内 这个11月末这一天嘛 啊 司机开车拉着王荣江 那边的一个这个工作主 也算是一个小 一个一个小车 拉着四个工作人员 哎 他们就奔哪去了 就奔沈阳去 啊 说来到当时沈阳啊 提前的三四天 这不吗 这一天王荣江 王荣江本身呢 自己有点爱好 第一他就是好赌 因为有钱人你会发现 多数的人呢 都好赌 啊 无论是明星啊 你还是这个大恶呀 企业家呀 啊 有钱人全好刷钱 多数啊 说为多数 你包括这个 啊 第二呢 就是香车美女了 对不对 哎 那那这都是这点爱好 追求到上层社会 啊 王荣江来到沈阳之后吧 哎 呆这么 基本两天吧 王荣江就待不住了 哎 当时的王荣江 这一天晚上吧 跟着自己的司机 啊 小酒喝差不多了 没啥事 在酒店嘛 他们住哪了 就住在万豪酒店了 王荣江这个人啊 他跟一般人不一样 哎 他不像说到哪个 兴师动动 说你得接待我啊 哎 你得这 你得那 哎 王荣江这个人很 就是到外地啊 他还算挺低调的 这不吗 到晚上呢 这王荣江喝去喝去 说这么点 小风啊 这个 晚上这个没啥事 啊 咱们出去这个放松放松 啊 啥意思呢 放松放松 就就是意思要出去 啊 找个妞 啊 说白了 跑不坑 司机小风 多大岁 二十六七岁 跟王荣江啊 哎 三年左右吧 事实上就是生活秘书 啊 就那老鸟 司机一听说行啊 说那个关键是这个 啊 咱们到沈阳 这这 以前是来过一次 不打熟悉 说这个到沈阳 哪个好 咱也不知道啊 那个王荣 这王荣江讲话 那是还不简单 啊 小年轻的 你这脑瓜太慢了 出门 啊 咱俩这个 也不那啥 也不打车 也不开车了 咱俩打个车 啊 让司机拉着咱俩 司机都知道哪个好玩 上哪个玩去就完了呗 俩的就出去了 王荣江这逼吧 不打号嫖 因为啥 我告诉你 他媳妇多 啊 哈吉店的老总 就王荣江这么说吧 这逼他们多少个媳妇 这逼得有十来个媳妇 就经常宠幸的 就有十个玩个的 啊 你看这小黑胖子 个儿不算高 一米六多个啊 媳妇懂啊 我估计咱 咱到那个段位 没准的 也他妈找几个媳妇 你说是不是 啊 男人谁不想三七四七 只不过这个道德观点 给他绑着 再加上咱们经济实力 也不允许啊 哈哈 对吧老铁 就像眼镜明星人 林志颖 谁的 也那麽车都造十来个 二十来个 三十来个的 那你说咱们要是 资产随便支配 那是不是 咱也不能开一个车呀 那也得整 他妈五六个车 七八个车 多了不能整 最起码 队长一咬牙的 整三个车 那是准的 至于媳妇找几个 那就得看你自己 这个身体 这不王仑江 他们就很快 打车就来到哪呢 来到啊 这个当时 沈阳市的 这个大西路附近 啊 这个大西路归哪 是不是归沈和管 是归哪啊 因为我不是沈阳人啊 有时候这个地方 说不对了 沈阳的哥们 那个谅解一点啊 就讲到你那家乡 咱就知道这个地方就行 大西路 就来到了大西路 到了大西路 巴刹车往那一停 眼睛的司机啊 并不像说 在别的城市说 哎 说我领车的领查的啊 对啊 就那个啊 沈阳的啊 沈阳大西路 就来到一家 洗浴中心了 哎 这个网屋里面 晃荡荡的司机 扶着当时 人说这个王仑江 就进入了 这进入眼睛司机 上吧台啊 这一咨询啊 这个吧台讲话 说那个有这个888的啊 有555的 哎 他家最贵就888 哎 那97年就挺贵了 哎 该说不说啊 就挺贵了 这不吗 很快 这王仑江一吵 找好的 啊 找好的 啊 王啊 你找一个 喝多了吗 司机跟着这个老板呢 老板我跟你说 不抠叨 有钱呢 你找一个 哎 这不小分 他俩就上楼了吗 他俩还简单洗了个澡 洗了个澡 喝点茶 上那楼 因为那边把小娘们就叫上去了 两个小鸭袋长得都不错啊 第一个小职业小包啊 这个中间带拉锁的去过大哥都知道 这么 哎 就这么大小包 小粉色小包 小白色小包 小红色小包 带拉锁的 一拉 给里面各种小工具啊 哼 那个没去过的女性 我给你普及一下 里面可能比如说有点小油啊 啊 有点小这个 啊 这个反正都是用品吧 哈哈 啊 很专业的啊 小包 小裙 小小小小丝袜一穿 底下穿小高跟鞋 啊 底下穿个小 哎 这个有的穿的是 呃 粉色的 色调的比较多啊 粉色调的 或者说的这个 红色调的 温暖色调的啊 反正即使得还带小盘 哎 就进入了 哎 这当时我跟你说啊 辽宁小妹 沈阳小妹 开车部说 长得挺带劲 这王绕江就上劲 说按鸡毛按呢 正常是888 是有掏票 是有按的 能给你按脚 按脸 按后背的 按完之后 你随便 反正是 他那是888 应该是两个小时 哎 就是你按 你按门 差不多一小时 可以玩一小时 这当时人说了 这这这这 还没等按呢 这王绕江上的酒 这个说 行了 小生啊 你这个领这个 那小妹 出去吧 分包吧 这司机一瞅 行 那王哥 那我那我出去了 司机领着 那个小妹 就分包过去了 这不王绕江 就把这小妹 就留下来吗 从晚上 他们是几点去的 八点多钟去的 哎 王绕江这身体还行啊 一口气啊 就整到 他妈的十点多 该说不说 老爷子可以 那个人都快几百五十了 哎 王绕江的小汉 发透了啊 人家那边服务贼好 人家对面小毛巾 给你偷一偷 给你擦一擦汗 哎 哥 下一次 那个再来的话 再点我 我是我是拔号 王绕江 特别高兴 行行行 小妹啊 谢谢你 给给给给 给拿点小费 两千块钱 往那一蹦 小妹一瞅 哎我操 接个活干八百八 给两千小费 啊 一瞅 这是有钱人 哎呀 谢谢哥 哥 不行我再陪陪你 我今天晚上 我不陪其他个人 我不接活了 哎呀 没事没事没事 那个回去吧 啊 那个我在沈阳啊 三五天走不了 哪天我再来 不拔号吗 记住了 好记得号 小春一瞅 那哥 那谢谢了啊 走吧走吧走吧 哎 走了 这不嘛 给这个阿 睡一觉 啊 王绕江不喜欢 搂着女的睡啊 就玩完了 就生走了 一觉睡到第二天 上午九点多钟 啊 这王绕江也醒来了 这拱子酒劲也过去了啊 司机叫这个王绕江 说那个王爪 咱回去 王绕江讲话 走吧呢 啊 王绕江就跟这个司机 俩就正常也就回去了 回去这拱子啊 回酒店 咱说 改他那拱子睡觉 跟改酒店睡觉 还是不一样 因为王绕江开的万好酒店 那包房 那啥样啊 跟那个洗浴的酒店 是两次 领回去之后吧 上午还有一些活 王绕江也挺记不累的 说我回去 我我 我睡个回中间啊 你先你先回屋 然后一会上午 这个中午吃饭的时候 跟这个财务等 还有这个什么 别的部门对接一下 因为他们一共去了 六七个人啊 说咱们对接一下吧 啊 让一会研究 这个怎么整 这两天要 要这个 要看这个地号啊 是对接一些沈阳部门了 这不王绕江 这不就让司机回包房了吗 司机就回客房 这王绕江闲来无事 那一进包房 自己的包房套房嘛 总统套二十四楼 进入王绕江 抽我这抽我那 想看会电视啊 还回忆一下 昨天晚上小妹挺好 哎呀 这家伙上下的啊 这整个挺累劲的 哎 哎 无意间 王绕江就看见这个 床旁边有个棍嘛 棍上面有一个 有个小口袋 这小口袋不大 啊 是一个红色小口袋 非常紧 那王绕江也吵什么玩意 啊 我出一桌 好像酒店没有那玩意 啥玩意 挺好奇的 你就谁敢酒店 看看新鲜东西 得看看是啥呀 王绕江就这么打开啊 哎 就拿个口袋 就打开一看 打开是一看呢 老体啊 王绕江也是一愣神 为啥 他把这口袋一打开 很醒目的啊 里面有一个光盘 啊 还有这么一大照片 啊 那照片已经就滑落出来了 一瞅 老体 王绕江新隔灯一下 啊 打来的 那个照片上啊 一瞅 美女啊 讲话呢 那是全身 那是啥也没错 旁边那个胖子 扛着腿 这个胖子是谁呢 一瞅王绕江一瞅 这不自己吗 小哥不高 啊 乍眼一瞅 他领定下一条 是什么玩意 新酒店 发点什么东西 是让你去玩 一瞅不操 这他妈不是我吗 昨天晚上 我跟那女的 哎呦 他各种造型 都给招上了 显然的光盘里面 那不用寻思 王绕江一瞅间 那指定按一个路来 啊 里面那是微信地的光盘 王绕江也没急 把那光盘打开看看啊 再瞅瞅 这个拍摄的角度 王绕江一瞅完了 这他妈是让自己给偷拍 啊 应该是被摄像头给抓拍 啊 然后那个照片都是那种截屏 洗出来的 啊 王绕江再瞅瞅这个紫条 赶紧啊 也没看过光盘 啊 赶紧 赶紧赶紧就把这紫条拿过来 紫条拿过来 这紫条上大概写的意思啊 简单的翻译一下啊 说哈工大的王总 王绕江你好啊 哎呀 别说啊 人老心不老啊 你这小招用的挺多 上下翻飞就不说了 没想到你个堂堂正正的哈吉店的老总 啊 谢谢诚意啊 说能干这么多卧错的事啊 这个如果你不想被你们哈工大的工人 两万人只工人手一份啊 照片包括光盘 还有啊 这个这个你媳妇叫啥啥啥名 你媳妇的电话多少多少啊 你家庭住址是哪块 说得明白的啊 里面就大概一个意思啊 如果你不想一夜之间从名人变成他们的人人 可以唾欠骂你两句的人面畜生 那你们哎 不废话 底下联系电话 哎 啥意思 要钱一筹 王绕江先咯噔一下 啊 王绕江一听我擦你嘛 怎么回事啊 王绕江 领领也吓一跳啊 那因为这这种人我跟你说 为啥他害怕 我告诉你啊 王绕江我输了 虽然他那么多媳妇 但是呢 都是那些小情人 他情意 他不敢直接公募 因为这些人呢 就像商业村也好 他跟赵三不一样 赵三可以公开我八个媳妇都行 啊 王绕江跟商业村他都属于一样人 省还是戴手表穿皮鞋的 啊 参加一些宗教会议的 你包括哈吉店的两万员工 啊 给哈尔滨的是黑龙江名人 如果这东西一旦暴露了 老铁 别的不说 社会地位他就没了 啊 舆论压力他也不少 就像明星似的 调仓的 完了都废了嘛 最主要还有啥 他媳妇 媳妇家族也挺烈的呀 说他妈政治连言 你这他妈要是漏了 这就废了 王绕江当时汉就下来了 啊 汉下来 王绕江仔细这么一分析一看 说从这个拍摄角度啊 第一这是包房里面 内部有摄像头啊 第二 啊 王绕江一想 说能知道我媳妇叫啥名呢 我媳妇的电话 你包括当时我们家庭住址 还有我这个详细的资料 没几个人啊 你就身边的财务 都不一定知道啊 谁 老铁 司机 或者是生活秘书 别人不能知道 王绕江拿起电话 啊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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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拨通了司机 小峰的电话 那但这时候啊 小峰的电话 已经处于关机状态了 对不起 你所不打的电话 已关机 王绕江心咯噔一下子 猜的没错啊 80%到90 司机参与了 王绕江赶紧穿衣服 就上这个隔壁了 他跟司机挨着房间 邦邦一敲门 司机不在乎 司机跑了 内鬼 对没毛病 王绕江心咯噔一下 说擦你妈的 完了 司机是吃里扒外 这是跟随他们整我呀 于是王绕江啊 冷静的想一下子 他就因为毕竟遇过大事嘛 王绕江冷静想一下 瞅着眼 说你妈这事怎么整 有人说了 王绕江那么有钱 啊 那白道相当裂开 那找这人呗 老铁 就像咱们讲过 刘永泰这个干爹刘石 是字画丢了 啊 丢他妈这几千万的字画 他敢报警吗 啊 你找白道朋友 白道朋友 表面是你朋友 有利益的问题 都有队伍的 你知道他是哪个队的 万一 如果他要搞你的话 借这个机会 啊 就像贪官家被盗窃 他都不敢报我 啊 说白 你问他是不是他偷的 不是他 不是他家里的 王绕江讲话 如果这个事 啊 要是找白道关系的话 万一他们谁知道 我这个身份 这个事 搞我呢 那我就废了吗 身败名列了吗 不行 不能搞 啊 不能整 想来想去 王绕江啊 啊 说柿子照着打的 柿子心打电话 问问看对面啥意思 先啊 王绕江把电话 就按照底下的联系方式 就拨过去 啊 老铁吧 红心上一上啊 红心上一上啊 没法报警 报不了 点点红心 王绕江把这电话拨过去 对面传出一个声音 跟王绕江的年龄段 差不太多 也得是他妈五十来岁的人啊 一听 喂 王绕江打过电话 那边讲话 喂 王绕江讲话 你妈的 照片是你送的吧 还有光盘 哈哈 东西收着了 你妈的 你敢跟我司机俩合伙整我啊 我告诉你 你不知道我 王绕江他们 到底是干啥的吧 你只是知道 我简单资料吧 我告诉你啊 你惹我 你敲杀我 我告诉你啊 你这是找死 你知道吗 事多大 你知道吗 就一顿臭骂 但对面啊 一点也不骂 也不生气啊 等王绕江骂了 那五分钟了 解气了 眼睛对面说话了 骂够没 啊 王总啊 骂没骂够啊 骂够我说两句 王绕江一瞅啊 你想咋的 你说 哎 方总啊 你是个名人 名人不说暗话 那我就跟你 直接就直搂了 东西你收得了 啊 我这么跟你说 我这有备份 呵呵 啊 这个 该说不说啊 你这身体挺好啊 这老树攀根倒做腊 这左大胯右大胯的 是不是 哎呀妈呀 你这姿势 鬼的康 你滚毒了 你给我说事 他不想干啥你 呵呵呵 别着急 别着急啊 这个王总啊 你要是不想 这个身败名列 不想让你们哈吉店的员工啊 人手一份 不想让你媳妇知道 我不废话 啊 我跟你没仇没怨的 对不对 我也不想咋地 你就拿点钱就完了 哎 破财免灾了 哈哈哈哈 哎 王绕江打这个电话 为啥有人说 他想确定对面 到底是想干啥 因为对面留了电话 知道不 他没说说他干啥 王绕江想 如果自己的政治对面利 要是整他 那他就废了 如果说要是要钱 这个事是小事 钱对于王绕江来说 这就是小事 王绕江讲话 来给你一千万 给我站在那 搬 板针 搬 就让男不给他揍了 就他不差钱呢 钱对他来说是小事 他这一听要钱 首先心里边就是 哎 一个石头就落 你要钱讲话 求财还是求命 还是 还是劫色呀 你不得值得 啥事吗 就像美女 有的被抢了 劫财劫色呀 劫钱我给你 劫色不行 有的讲话 钱不能强 劫我劫色都行 就看你是啥需求 王绕江确定 他是要钱 王绕江就放心了 别废话 你妈的 要多少钱 你说 王总 钱不多 对于你来说呀 九牛一毛啊 是不是 你这么的 你呀 你拿三千万 三千万 一口价 三千万呢 这个事我就保你平安 三千万啊 对于有些来说 九七年那简是个天文数字 但对于王绕江来说 三千万真就是九牛 他耍个钱 可能一场就输几千万 但王绕江一听 三千万 三千万 你这么的哥们啊 你别三千了 我他妈给你五千 显然那边吓一跳 怎么着 我他妈要三千 我心再逼他们讲讲价 两千或者一千成交 给五千 不是你没开玩笑 我不开玩笑 我给你五千万 但是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我给你五千万 感谢观看